Hello,大家好! 今天我们介绍Adobe Firefly最近新增的一个工具,Generative Fill,暂且称之为智能填充吧! 打开Adobe Firefly的主页,点击Generative Fill这里的Generate,来到智能填充的页面。 这里有很多力图,灯塔,海洋世界,人物等等。 你也可以到这里上载自己的图片,我们先以这个灯塔的图片来介绍吧。 点击Try Example,在左侧有三个选项。 下面的Pen,用来移动图片的位置,方便观看。 Insert,就是插入一些元素到图片上。 点击之后,在图片的下面有一列菜单。 Add,添加,Subtract,减去,Setting,设置,Background,背景,Invert,反转。 设定这里,是对笔刷的大小,硬度和透明度进行调整。 经常使用Photoshop的朋友,不陌生的。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笔刷的这些属性,点击添加,准备对这个灯塔进行操作。 用调整好的笔刷在灯塔上涂抹,如果涂抹的区域不合适,可以点击减去,对该区域做些修改。 好,确定修改的范围后,到下面的输入框中,我们来给个指令。 目前,这里只能使用英语,比如Add a Flag,加上一面旗帜。 点击Generate,看到下面有四个动态方框,表示生成过程。 每次生成四张效果图。 结果出来了,依次查看一下。 第二张不错。 当然,如果觉得不满意,可以点击这里的More,重新生成四张。 大家可以尝试定义具体国家的国旗试试。 我们再来看Remove去除的功能。 选择左边的Remove,再点击图片下面的Remove,选中的物体就被去除了。 还可以点击More,多看些效果。 我们不选取图片中的任何内容,来看看具备功能。 Adobe,根据图片来自动识别主体。 点击Background,主体的灯塔就被保留下来。 点击Invert,可以去除主体保留背景。 除了对图片上已有的内容进行增减外,我们还可以为图片增加内容。 先调整一下笔刷的大小、硬度和透明度。 在Insert状态下,右侧这里选择个范围。 我们在这里加个飞鸟。 再试试加搜帆船。 选择个小一点的区域。 Add Sailing Boat,看一下效果。 觉得满意的话,点击Pick保留。 你可以下载满意的图片。 Adobe Firefly会为下载的图片添加图片信息证书,以说明该图片为AI作品。 还不能做商业应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